你想办法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兰卷 男豪给你讲一个道理 是这样 一双高跟鞋 好穿的 肯定是丑的 就像这种前面没有防水台 这种高跟鞋好看 但特别难走 所以适不适合自己 他未来能不能给我带来 一种我想要的生活 他看得非常明白 刚才 赵诚老师在问他爱不爱你的时候 他犹豫了 就是这女孩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女孩 他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 这可能是生活所迫 他非常迫切地需要 他未来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可以支撑得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你呢 一看就是从小被 在这个保护伞下长大的男孩 所有的事情 家里肯定都是给你安排好了的 然后呢 一步一步帮你看到未来 帮你告诉你以后 你看你再怎么着 你去不了铁路 回到家里面 还有家族的生意 可以让你经营 就是你看你处理的几件事情 一个是给师傅买水这个事 还有一个就是 蹲盘子这个事 就是你非常不懂的人情事故 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是 只看眼前 不看未来 你觉得这个事暂时 目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我就不去做 可是不是的 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你要往远了看 这就是你不成熟 幼稚的地方 所以你们两个人 其实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他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可是你还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没办法调和 我会努力的 你会努力 可是你想要迎上他的这个步伐的这个速度 他是不满意的 因为他要的可能就是一个 跟他一直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只能说不够爱吧 然后对于女生 我想说就是 你是不是已经真的心死了 你觉得看不到未来挺绝望的 对 在他身上 我觉得看不到未来 而且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们俩的感情就败给了现实 有那么爱吗 我只能说你还没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所以 我觉得是挺难挽回的 但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成长和经历 经历过这么好 对你这么好的一个女生 这么细心 这么体贴的照顾 我觉得也可以让你快速的成长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山大老师